我们一起来读报,看看新鲜事 那么这个文章是南方周末的政经 他们的文章 说2013年的3月19日 刘畅将15万元借给了陈西县人民医院 月息一分,年化率12% 比银行高红膜,银行现在不算两三个点吧 在2022年的3月之前,每个月都能按时发利息 2021年年底流畅的儿子准备订婚 将医院的借款收据作为彩礼所交给了女方 双方张罗子的准备婚礼 我觉得这第一段就让人也觉得挺惊奇 医院的怎么向个人借钱呢 个人借钱还觉得这个东西像金条一样可以保值 是吧,居然可以交女方 作为彩礼交给的女方 现在剧情就转变了 结果出现意外了 2022年的3月 陈西县人民政府解除原有租赁合同 提前结束了原定40年的合约 收回陈西县人民医院的经营管理权 一名叫做藤树良的企业家被指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至此一段横跨20年的租赁往事 浮出水面 这个图呢 就是这个新闻里配的图 说这个就是这个医院 就是这一段 大家现在想回想 回忆回忆 是不是挺炸裂的 医院了吧 还可以向私人借钱 私人吧 把这玩意当成一种金条一样 还作为彩礼送给女方 医院吧 竟然还可以租赁 是吧 我以前听说过 比如说有一些个 莆田系医院 那些个什么致性病 皮肤病的专门租 而且他们专门租那种 比较厉害的什么部队啊 什么那个医院 租一个科室来干 都已经很匪夷所思了 现在可以把整个医院都给租下来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都租下来了 这上一段还挺炸裂的 竟然 他这个医院不是因为经营 这个草菊人民呢 这些个事 犯事 竟然他在这里面搞金融活动 非法吸收 什么嘛 钱嘛 搞金融了 在这里 刘畅连同其他出界人 这才发现 现人民医院 竟然是被民营企业家租赁的 此后他再也没有收到过利息 本金也被医院告知无法取出 女方说这收据也太骗人了吧 会也咱也别定了 你真的是离奇 债权人不止刘畅 一份由陈西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资料显示 藤树良在经营管理陈西县人民医院期间 以发展该院名义 大肆向社会公众借款集资 入营医院的扩建投入 以及偿还延还贷款利息 截至2022年3月 集资债权人达1000余人 金额累计10亿元 目前账面反映上欠民间 借款2亿 这账面反映啊 欠银行贷款及其他 借款3亿 5个亿 这个大哥干着干着呢 可能就觉得 我个人觉得啊 医院已经挺赚钱了吧 还不行 我用医院的名头来借借借的钱 就是利润这多爽 一搞搞了5个亿 你经营医院 你多累啊 你赚5个亿多麻烦呢 就直接就把钱拿过来 就装口袋里走了 都损失 可能这样显问题 那么问题是来了 一个医院 为什么租给民营企业呢 政府为什么要提前要 这个终止租赁合同呢 这个借了这么多的钱 怎么该还呢 从湖南淮化市 北行70个公里 便来到了 位于陈州北路的 陈西县人民医院 这座建于1956年的医院 是陈西最大的公立综合性医院 2018年该医院 还成功创建二级甲等医院 2002年的3月13日 腾素良从陈西县人民政府 取得了为期40年的 县人民医院租赁权 由陈西县卓越制业 有限公司 负责精灵 厅子献个房地产的名字 后来改成了 就湖南省博人医院 管理有限公司 看这个 厉害 小康杂志曾报道 陈西县人民医院是全国首家租赁制医院 如果租赁只有20年的话 谁都不敢接 医院的回收期特别慢 这是知情人士称 时任陈西县卫生局局长 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合同欠40年 是县人民政府会计纪要定下来的 他也没有看法律条文 政府定了就按照定的办 协议也经过县政府法制办的把关 这个里面这句话的意思 可能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 为什么这个有的合约定99年 是吧 可能如果是你要租100年的话 比如说这个 好像这个 我们租那个巴基斯坦的港口 什么也是99年 我不懂这个 100年就是是不是 是不要的意思 民间的合同好像有个期限 是10年还是2年 太长就没有法律效率 看看记者有没有对这个 补充啊 合同欠40年 是县人民政府会计纪要定下来 而且县政府的法制办 把关了 那为什么 记者就问 为什么要把公立医院出足啊 牛太原 牛太原是陈锡县人民医院的医生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200年左右的医生 一栋两层楼的门诊破烂不开 手术失利 苍蝇还得要苍蝇拍来驱赶 富散科连一个穿刺针也买不起 骨科医生离职 留下来的也是人心浮动 当时出了人民医院这个一个牌子和一堆烂杖 纠纷之外 一无所有 牛太介绍 这个名字叫牛太 医院改治前 医生的月薪只有几百块 还经常拖欠 一拖就是半年 外面的医院 女孩都不愿意找我们医生来结婚 都不愿意找我们这里来谈对象 不仅是县人民医院 乡镇的卫生院也基于瘫患状态 一位曾接近陈西县政府的受访者 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当时做过全省医院的科研调研 发现31个卫生院中 有23个连工作人员的影子都没有 有的乡镇医院里面开始了养猪养鸡养牛 医院运转非常困难 政府资金投入少得可怜 有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当时陈西医院政府财政非常吃紧 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力不从心 县财政每年对陈西医院 拨款只有40万左右 在当时执政者来看 县人民医院的出路唯有改革 改制前 陈西县政府还向省厅 市里寻过支持支援 怀化市相互部门负责人 起诉不赞成改制 市卫生局也不让改 并答应一年拨几十万 对一个县级综合医院来说 几十万是悲水车薪 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城镇医疗医药卫生间 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 合并 共建医疗服务集团 彼时社会拜议 公立医院忍入了社会资本 成了一种颇有想象空间的解决方案 政策松动了 陈西县在全市率先推行了医院租赁制 搞得好是应该的 搞不好县里会背负骂名 在上述知情人看来 县领导盯着巨大的压力 硬着头皮将改制进行到底 我们当然希望医院保持功利性质 但退休的天天早点发工资 没有其他的办法 别催了 大家都算心里装着和小溜溜酒了 谁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吗 难道我们都是月球的人在听地球的人说话 或者地球的人在听月球的人在说话吗 我们不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人 谁还不知道谁那俩瞎子 县里打包出去以后 地方财政就不会负担这份差额拨款了 要我的登录啊 还得才能看得到 你们这个南方周末 你们也太 有点这个什么了 是吧 你们 小气 我看这个有这个案件报道吗 我 红星新闻有报道 你看红星新闻派的照比你们南方周末还 你们还派鸡则去 派的是啥 你看红星洪星派的这个照 好看 他原派的这个照片都都好看 比你们好看多了 漂亮 哎呦 他们报道的文字也挺长啊 红星新闻报道啊 租下县人民医院董事长被控非锡案 再开庭做无罪辩护 为当庭宣判 陈溪县公安局2022年6月初 出具一份资料显示 藤树梁在经营管理县人民医院期间 以发展医院为名 大肆向社会公众 集资借款 用于医院的扩建 投入及偿还延黄 贷款利息 截止2022年3月 集资债权人达1000余人 金额10余亿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被告人汪某某 刘某某 徐某某 括号 军为医院的财务人员 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你说这不倒霉吗 人家跟你干活 混的事 人家干去牢房了 被告人滕树梁 米小慧等人 涉嫌非法 吸收公共存款罪 职务侵占罪 需快发票罪 已经移交法院起诉了 已经到检察院了 完了 个人侵占了多少呢 四千多万 职务侵占了多少呢 两个数额 一个是七千多万 一个是四千多万 我不知道为什么 用这个两个数字 这个米小慧跟腾素梁 这个是不是夫妻两口子 夫妻店开的 这个报道太长了 你说这太复杂了 有人要做无罪辩护 首先我觉得根子在哪里 根子这个医院呢 它就是应该是一种福利 是吧 这轻轻松松 干干爽爽 有人呢 你这个就是你在这里一弄的 就是乱七八糟 搞成一部天书 谁也看不懂了 反正 现在你 你现在你说它是什么玩意儿吗 谁也说不清楚 现在 这就是这么个现状 都不说不恭明 memory 我实际做了